宫颈癌2B7是早期还是属于晚期? 主问医生特药专家韩晓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宫颈癌总体来说我们分4期 每一期还分了很多细节 比如说1期又分1A 1B 1B现在新的分期又分了1B1 1B2 1B3 它就是根据局部病灶的大小 它有没有侵犯周围的组织 有没有远处转移来定的这样的一个分期 那么1B7总体来说包括2期 总体来算还是属于较早的期别 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么很早期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术来治疗 那么期别就是以2B为界限 包括2B7的病人 那么从原则上来讲 应该是去接受放疗了 当然放疗对于绝大多数宫颈癌来说 效果是相当的好 即便是很多老百姓都认为 这个没有手术机会了 肯定会很糟糕 但对于宫颈癌 特别是磷癌这一类的肿瘤 放疗的效果是相当的满意 有很多病人治疗之后 也都可以长期生存 没有人治疗的 第二天 感谢观看